大家好 今天我們分享 剛才也提過了我們的群組 下午也可以到我們的一個攤位裡面分享 我們也會做一些分享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一些NDP 有什麼問題還是我們做一些演示 可以在我的一個攤位裡面跟你做一些公示 好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關心在一個Jason 其實還有一些Logies還有其他的方法 怎麼樣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首先 一般我們都會寫一些的心靈 咦 剛才Kaijama也提過了 SK80已經出來了 10月份出來 所以到今天其實我們發布的幾個版本 在歐爾谷的年代 從2010年到現在80年裡面 我們已經發布了5.5 5.6 5.7 在4月份我們出了新版本 然後在7月份也出了一個小的一個版本 我們應該說 因為出來的時候 8.0是80.11 那上一個月我們出了80.12 那裡面你剛才也聽到兩個次了 就是EaseNet column 有一些新的還有一些安全的一些零 也在裡面我們已經做過 那所以呢 現在下載了應該是80.12了 那我們好了 有時候我們說一些文檔 一些數據 關聯數據 sql來訪問 那也會想像一下 現在我們處理數據 有什麼不一樣的比方 我們為什麼要做 所以我們應該做什麼事 那首先 為什麼要做 我們用JSON 還有文件的一些方法處理數據 採集數據啊 還有發送數據 我們還用XML嗎 裡面還會有 但是呢 太麻煩了 這個性能不好 那一般我們手機應用 還有做一些傳送的一些數據 都是用JSON 那JSON一般我們說 傳送的數據 數據交換 也會用來做什麼 傳儲的數據 為什麼不用 為什麼要用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會用這個JSON 來做一些傳儲數據 就是原因呢 你叫靈活 靈活在哪裡呢 因為呢 我們傳統的方法 都是會做一些結構 數據結構 不變 就是我們IT人啊 就是來了 我們管事情的時候 我們做好東西 我們一年不變 兩年都不變 但是到這天 我們的事情不一樣 人家說呢 這個需求不變 很多時候我們做的事情 關於比如說 頭髮啊 還是人家的一些 HFL屬性呢 一開頭的時候 只要一二三四 然後其實是一個變量 其實會變 會加 會小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 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說呢 JSON其實是蠻好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 Uber Uber他們的一些 開頭的時候 做的事情 他的一個 要定義 其實很簡單 距離啊 你的人怎麼樣的一些事情去計算 他的距離來收錢 比較簡單 出來是簡單 然後越來越多的一些需求 那所以呢 他的屬性越來越更新 那所以呢 他的屬性越來越更新 更新的時候 其實 改動 我們在 剛才就是 Instant Ecology 其實改動的時候 是化學電影的 但是呢 就是怎麼樣做 我們也會 希望呢 有一些彈器 靈活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看看 在一邊 JSON的一些處理 要傳統的 我們一行 一個素 跟JSON 所說的一個素 還是能小嘛 以前的Integer 挖叉 是這樣的 現在JSON 是 要改的時候 以前 我們5.7的 是一批一批去改的 現在剛才說呢 我們可以部分去改 那就是小 小缺的也許改 我們改的時候 就是性能的問題 還有 我們數據庫 不單單是一台式做法 還要做多分數據 多分數據 就是因為這個平台 是多數據要分散 要分發到一個一台兩台 主蟲啊 還是做兩台 那這樣也又發布出去 所以要改的事情 單單是一個 可以存儲 可以處理 還要發布 還要安全 所以在我們一台 一個原來SQL的一些處理 跟著呢 就是JSON的處理 不是單單 他們傳統的數據 新開發的數據 他們都要有 互相的一些來往的 老的數據在 我們新家 新的開發也要看老數據 老的系統也要看新的一些數據在裡面 所以兩邊我們就要一個叫X Crossover Crossover就是X的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今天希望可以帶給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所說的 MySQL怎麼樣去看 Document 怎麼樣去做 兩邊 一邊是服務器上面可以做什麼 後面複製指示 做什麼 應用下面也要連的時候 因為現在不是小數據 做的事情也要變 還有做的一些API的方法 跟以前有一些新開發的一些方法 用Collection 又怎麼樣去看 會看一些Shell下面去怎麼樣看 Node.js去怎麼樣看 那麼好的事情 我們現在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開發都是在MySQL發臉行的 有的是在老系統 我們怎麼樣相似到 新的方法也太難了 好 剛才提到就是我們要看的 這個系統就是 我們 NoSQL 還是Json 我們看出來就是一個 Document 一個Document多行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一個Collection 在傳統 不是傳統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一個table 一個表裡面 一行一行我們叫一個表 Select table 但是在Collection裡面 是每一行其實一個大平台的 那兩邊不是單獨來使用的 其實應用應該是開放 兩邊都同區間去用的 不然你的一些數據 在傳統的數據 又要拉出來送回去 做完也要拉回來送回去 這樣不好做 所以同一個平台 one-stop-show 這樣方法是最好的 理想的方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通過一個 可以傳儲可以處理的方法 也可以支持不同 因為我買SQL就是可以連到 不同的一些開發語言 那不管我們現在開發的一些CR Java還是今天我要講的一些 Python也是多的 所以 Shell是一個新開發的一些客戶端 我們有一個數據庫要好管理 有一些方便的一個模具 去處理一些數據 當然我們的應用還用 但是等於我們買SQL如果有數據庫 但是沒有一個很方便的一些客戶端 去連你要抓取數據 要編一些腳本是麻煩的 不要每一次都要寫一些Java 每一次都寫一些C不會吧 有一些是一些SQL語句 但是今天我們寫的不單單是SQL語句 也要很多是有一小小部分的邏輯的 那小部分的邏輯 原來的是用shell的處理庫 現在我們可以寫的 是JavaScript、Python 還會繼續用SQL的方法 所以這邊我們的shell 是提供一個新的 就是不是唯一 但是是多接口的方法去連到數據庫 最好的就是這個 我們是基於一個基礎 就是MySQL原來它就會提供 一個很好的一些傳處 很好的一些方法去提供一些 HA的高可用 也會有安全的一些部署 也會有通用的一些工具 所以這個基礎呢 就給我們做了一些開發的時候 有一些通用的方法跟老實應應用 去做我們實施的 是Jason跟傳統的列 有什麼區別 剛才也提到 傳儲的時候 列的時候是很方便 方便我們的應用 因為我們是對它很熟悉 我們的schema改動 是講起來很方便 為什麼很方便 對應用很方便 因為它不會變 還是要變的時候 有很嚴格的一些規矩的去變 是這樣子 但是Jason 雖然他有了一個方法去變 但是只是看著一個內部去改 我們看到Jason就是一個列 一個列 裡面怎麼樣管 我們好像好像不理 什麼都不管 是嗎 但是實實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內部去建一些model Data model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們現在建一個就是 客戶的ID 它的書籍都是一個Jason 裡面你不會想它的名字是什麼 它的什麼 裡面都沒有 只是一個Jason 一個列子可以添出 今天甚至明天可以在裡面去改 是應用看它的需求去改 所以Jason有這個方法 所以現在no angle schema changes 我們會很痛苦 痛苦呢 就是原來要改 哎呀要申請 我要改 那什麼時候可以停機啊 因為呢 裡面我的數據很大 我要改 我要加一個例子 列了一個實際 身體蠻強 有可能蠻強 所以呢 我們很方便做一些protecting 也沒有一個 以前是很明確的 現在不是 好 好 那剛才提到就是一個 不單單是老更新 兩邊是一起的 所以呢 我們MySQL 看出來 我們第一 就是提供 可以說 你的屬性 其實可以利益為 jason 其實實施一個列 一個列 這個數據類型 有一個jason的支持 也兩邊 其實可以一個 一個列 兩個列 三個列 也都可以同時間放在這個表裡 但是 Document 等一下我們再做呢 看 剛才 我們提供 Data Type Functions 還有 Cross的一些方法去決定 好 是什麼樣子 看一下 我們 如果在jason的一個方法 我寫一個數 插一個數 插一個數 在表裡 它可以告訴我們 實際上 有沒有跟jason 這個 所說的類型 有沒有 是對 還是你的一個 不服 推的方法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 data Type 就是 data Type 那也是 剛才提到 這個 新人下面 遊戲是有特定的 是 finery來的 也支持 他說 那也會有一些方法 是 我可以做一些 查詢的時候 有一些新的 slip的語句 看到這個鍵號 這個鍵號就是 我一個 列 一個鍵號 裡面 什麼東西 去抓出來 這個很方便 看起來 很簡單 所以呢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 什麼來的 update 我們看 tusle update tusle update 是一個部分 一部分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用 jason set json replace remove 這個等於 他會看一個 jason 一個大 大量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數字呢 只是改動小部分 小部分的是 他才知道 他可以中間 就知道有一個 很小的 他傳送的 數據的時候 如果有拖台 他就知道 只送了一個小部分的數據 不要一大堆的 把線納拖下去 那 這邊可以看到 那另外一邊 也可以看到 我這是一個表裡面 另外一邊 只是一個 document 對 數據 我們也應該會跟 裡面其實也是 一個 document 你想 想一想 一個 document 其實很像 裡面已經是一個表了 一個表多數據的表了 你看 你看 一個jason裡面 它是不是一個多列 是一個多列的一些表 你好呢 對嗎 不是一個列 是多列的 那多列的話呢 我其實也有可能會 把裡面的一些數 拆出來 拆出來的時候 可以變成了 就是傳統的數據 我不要管裡面的事情 所以呢 我可以建議一些順利列 這個順利列呢 就是我們說的 at-generate column 這個generate column 是等於 我在裡面 其實 Document裡面有section啊 也有號碼 Number 也有什麼 訊號啊 這樣子 但是呢 我可以把它拆出來 好像表裡面多一個列 兩個列 三個列 這樣呢 一邊 對傳統的應用 查詢 如果我進行的時候 不方便 我不管裡面是什麼來 我查出來就是 我要我的section 我不要 哎呀有什麼來 那是號碼 還是integer啊 不管 如果我定義它是integer 我定義好integer 我做一個 我做一個 interjection的時候 section section section的一個Document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英文字 他是報錯誤的 因為他是一個數 反過來有一些 可以做一些 instring的方法 怎樣呢 也好 能給我呢 給我們做一個 性能下面的提升 是吧 因為呢 我查時也會查 哎呀 我的一個section是在哪裡 我一查 查出來了 因為我看的 不是單一個Document 其實現在在書文部裡面 是多Document一個collection裡面 查某一個出來 那怎麼樣可以很通用 很方便去查到 某一個 一行出來呢 這個塊 index上面 就可以查出來 也很方便 因為呢 這個傳統的方法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是嗎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方法 還有剛才提到 老跟新的一個應用 應該可以互相 可以有交換數據 所以呢 怎麼樣看 我們有時候呢 就是說 我原來的是一個 傳統的一些表 傳統的一些表 但是我傳送的時候 要查出來 是Jason的處理 所以呢 我會通過呢 一個所說 這個是從一個table裡面 我要做一些 Jason把它綁在一起 那我可以說呢 就是有一個 aggregate 裡面 ID name age 把它打包一起 打包一起之後 其實我為什麼這樣 只是用來 等於我之後呢 用一個creties 之後可以查到 creties是一個方便 給我們看得很清楚 不然它一條線拉出來 我不可以給你看得很好 明白嗎 這是pretty 這是漂亮的 所以你看到 反回來 這個就是 我們的新的應用 新的應用 它要拉Jason出來 跟原來表裡面 拉Jason出來去處理 新應用開發的時候怎麼樣 原來是可以用一些方法 查出來的是Jason 然後這個數字去做一些數據交換 但是老系統呢 你發過來的時候給我Jason 我老系統怎麼樣可以把數據變成為一個table呢 我要把Jason把它變回去 table 來處理的時候也可以做一些join啊 因為我Jason回來不單單是他一個document 有可能是我們也會有customer表啊 product啊 warehouse啊 很多 我要做一些關聯嘛 是嗎 那這樣關聯就是把 譬如說我的一個employee的一些事情呢 我有三環 三環的數據 我可以 反過來 有沒有辦法 變回去 都沒有 變回去呢 其實只是select 我select一個Jason table Jason table 因為它的一個數呢 就是MyJason MyJason就是 回來就是一圈 Jason的一個數 圈出來 我裡面其實有可能 有可能它的一些數據呢 有12345678 但是呢 我只要裡面的1234 id 名字 name age 我只要裡面 打包的一個三個 三個列 把它抓出來 裡面其實Jason裡面可以很多 但是我看 我有用的只是三個 我就把它做出來 那這樣呢 對我來講 我select出來 就是一個傳統的 用的一些方法 所以 兩邊 一邊新的 可以看老數據 老的 可以把Jason 關聯在 兩邊 因為它是 因為它真的可以變成為表 當然我不一定要做一個表 也可以做一些 debride table debride table 那有問題 不好意思 這個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寫後的時候 非常常 就是PD表 東西打出來 然後講 可以做到 這個是簡單的 對 但這個東西 在MyTiggo 8的 Performance 會比我們直接用 UFO 3 或其他 那種Jason 的technic 更好 其實有一些 原因 為什麼你會 在Java 還是 你釣用一些 一些 一些賴筆 為什麼 第一 你很多時候 是單可單可去做的 對嗎 但是 在數據庫是什麼 多個的 你怎麼樣 把所有 一堆一堆 拉出來 然後你自己 一行一行長 哪個好 最要看情況 還有就是 如果他給你可以做 你有可能會 十萬的 就在裡面去做 對吧 有時候 不可以 怎樣做 還是哪 那樣呢 都有其中的原因 可以嗎 好 之前很多 剛才也聽過了 還有 一些API的事情 這個API的事情 希望可以看到 這是簡單 裡面就得有一次 一個demo 在裡面 我用的一個 MySQL shell 我可以查一下 後面可以看到嗎 有一些就是 在裡面 我用的一個庫 這個庫裡面 有一個collection 這個collection 就是一個db getcollection 裡面有一個countryinfo 如果我在 wellx這個db上面 我建一個新的 建一個新呢 就會是呢 建一個新呢 新的collection 叫mycollection 到一個 一陣子 它就停下來 送了一下 然後建一個新的 叫mycollection 其實 在MySQL裡面 我建一個新collection 它也是一個標 一個標呢 它會有一個json data file 但是呢 對於一個新開發的 不管它是標 還是什麼 都是一個collection 我可以 用的一個fine 我查 查出來 我可以查出來 fine呢 就是另外一個 新的API 在我的 這個MySQL裡面 做 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們其實 在一個 管理 方便的一個 shell 裡面可以做 但是你不是用 銷來開發 你的應用 應用 你有你的一些方法 搜尋裡面 C也好 Java也好 所以呢 對於這邊 有可能 不管裡面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可能 是一個 shell 有可能是 noJS C shell 都有它的一些文法 去寫的一些方法 好 今天我們 說 講的是 noJS的一些方法 等一下 shell 我們再深入的一些 看一下 剛才也看過 noJS其實 它可以寫 四孔命令 你可以去 搭建 一個 HA 也會有 現在 錄盤的 document store 的方法 其實 後面可以 處理 有時候是批量 去做事 有時候是interactive 我們做一些事情 拉數據的時候 要 怎麼樣 表現出來 有時候是 JASON的一些表現 有時候是 傳統的一些 表現 歌詞 去拉出來的 所以 Outward format 可以定義 也會 希望可以方便 有一個 新的一個 好處 就是它的 Prom 它表現 提示 是提示的很好 還有呢 就是 好像一個開發人員 他要寫命令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記住 所有命令 它可以用tip 你就看到 還有可以打什麼字 我打一個f 命令f 下面可以 我點 你這個optic 下面f 有什麼命令 它一個tip 就可以看到 所以很方便 所以 我們是一個shel 是一個很簡單 很直接的一個使用 我們從這邊說 還有MySQL 8點 你看 JASON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看 提示 算吧 這個 如果你開 開頭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 很方便的事情 好 我給一些版 版面 看一下 我 搭進來 其實在箱裡面 馬上會有 一些google object 這個就是一些 可以用的variables 這個變量 可以用的 馬上可以用 有一些section dp 還有MySQL x 你看到 utility 這個就是好像一個variable 如果是javascript javascript 就是variable variable 其實它已經做好一些定義 你已經馬上可以連到什麼事情了 section 如果你已經綁到一台的MySQL 8點 綁到這個section裡面 其實是已經建好的一個object 就是一個instance 連到 你把part 你可以拉出來 有一些 一個section 會做什麼 如果你在做transaction的時候 就是 已經transaction 做了所有事情 commit 所以你會看到 section 會有一些method 有一些方式 也會有一些property 我要getschemer的時候 可以拉所有schema 這個section 我連到這個後 以後呢 有什麼section 有什麼schema dp在裡面 拉拉出來 vari連到哪裡 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跑一些SQL語句的 我的SQL 我寫一個腳本 這個腳本呢 你會比較小 比較小 但是section裡面 我有一個叫SQL的method SQL method 就是一個section 我綁到一台 就是發一個命令 create table create database 都是一個SQL命令 那這樣呢 對於我們傳統的一個 開發人員 很普通 但是我們寫 我們現在去寫 這些語句 其實現在講的東西 都會在用gms 這些東西一樣 因為它都會有 這樣子的一些object 之後這些SQL 要create什麼東西 如果要做一些 add select的statement 也可以這樣子做 當然我們會用一些 find其他的方法做 但是也可以用 全統的一些方法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呢 現在是create stop procedure 也在裡面做的 做完之後 當然它就去跑了 跑一些事情 最後呢 其實跑完 call 它是釣用一些stop procedure 釣用一個create database create table 然後呢 有一個stop procedure 會insert 使行數據 然後查一個數據出來 現在有幾行 洗一行 到最後 查出來就是一 就是 這樣表現出來 其實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後面 剛才是傳統的SQL 那collection呢 collection collection就是說 我們collection跟表 是我們會有一個collection 就是country info 那對於這邊 這邊呢 我們會用這個 MySQL X的get table table就是這樣的 但是呢 collection呢 get collection 跟get table 是不一樣的 對 對我們的MySQL shell去看 數據庫裡面 collection有一些特性 collection 它有一些特性 我們會查一下 它是一個collection呢 還是一個表 傳統的表 所以呢 在這邊 你會看到 有三個表 一個collection 其實如果我們用SQL連接 我們收table的時候 是這個表 但是對它來講 它是分開的 好 看一看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collection處理 collection處理呢 我可以get collection 就是拉出來 就是country info 可以find execute 然後fetch all 然後呢 看它的 其實fetch all的時候 link link就是有幾行 明白嗎 有幾行出來 現在可以看到 collection 剛才提到 我按在 shell裡面點 按一個tip 它就會把可以打出來的一些命令 就顯示出來的 也會execute 以下 有什麼fetch orfetch1 就是可以這樣拉出來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其實它會有一些類型 tip 它是什麼tip 它的object是什麼object 那這樣呢 到最後fetch all 回來的是一個array array 那就等於呢 我可以用lens來看 明白嗎 所以這樣呢 我們是可以表現出來的 那cury呢 我們查詢的時候 然後看出來 欸 更簡單啊 原來呢 我們做一個 user 這個db的時候 這個db這個變量 就等於八個幾 幾項呢 就到這個 所說我們的current db current db 現在會等於real x real x呢 哎呀 我可以用country info 為什麼country info 如果你點 按一個tip 它會顯示 顯示出來 topperty裡面有一個叫 country info 其實country info就是collection裡面的一個表 一個表 那它是一個popperty 所以每一個表 它的名字 一個collection 每一個collection的名字 都會是它的一個popperty 所以我不要get collection 不用 db點它的名字就是它的 所以很簡單 就可以用到 所以在這邊 我可以查 find的時候 country info find limit one limit one 就是我只要查一條 因為裡面很多條 我查出來 看 沒辦法看 可以查一些 也可以給一些條件 wear clause 在fine裡面 一個citeria 查一些東西 意思 不行的 還有做一些shorting 來序意思 這個呢 剛才提到 我們是用 這樣的一些方法 來做應用的 也要做transaction的 所以 transaction也應該可以 做一些start transaction section start transaction 做很多事情 加加加加 我加三個 像json 加三個document出來 那最後 當然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complete 還是blueback 到最後 那 對啦 到這邊 我create collection 以後就做這樣事情 最後 我查出來 find的時候會查到 三行處 好 那現在 大概 這個概念 collection 可以看到 我用的是mizer shell 但是開發的時候 是用connector driver 驅動的 那我的應用 怎麼樣 通過一個驅動 去連到後面 然後做一些處理 對嗎 所以 之前是很簡單 把命令 把命令 這個最方便的方法 但是寫應用的時候 是通過我們這個 note.js 怎麼樣去做呢 note.js 通過呢 這是一個connector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安裝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如果 你用這個 note.js 是n嘛 n就是最好的 還是n n都第一啦 他的很多時候 都要安裝的事情 都是用的npm 對嗎 尤其 這個 note.js 有沒有 是 所以 對你們 都會磨蹭的 我們 做安裝的時候 其實他的包裝 就下載 下載在你的一個包 你的目錄下面 對嗎 你安裝 就是把它安裝在 你的一個 本地的目錄 那所以呢 在這邊 我們install的時候 會做一個 at.j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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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拉回來 我們 這個 拉回來 就是 你的 就會有一些package 做出來 有了之後 有了之後呢 我們很簡單 就是呢 require 就是 MySQL MySQL 的一個 XDEV API 裡面 就可以拉出來 也好 很多時候 我們做 都是一步的 還是一步 我們要怎麼樣 要等待 AV 對嗎 AV 要馬上做 等待 回來 他跑完 跑完之後 就馬上沒有收到 他的一個反應 所以呢 很多時候 因為看到 我要做一些 A function 這個Azine function 就等待 AV MySQL X Gate Section 他一個 用戶名 連到哪裡 他的一個地址室 到哪裡 Port Pose 還有密碼 會做一些 Consular 這個是簡單 做一個測試連接 那 要創建一個 Database 也是 我只是用一個 function Azine的時候 跑的 Gate Section 然後 Create Schema Create Schema Product 那這樣呢 到最後 我可以 拉到一個 Schema的一個 變量 那Gate Schema 就是所有的變量 然後我們就拉出來 Gate Schema 這多個 他的所有 如果我 Gate Schema 不好 我們某一個 剛 Create出來的 就是拉一個 Object出來 所以剛才 在Shell裡面 我做的事情 其實在這邊 差不多了 所以剛才是有用 現在只是 我綁在前面 後面的一些事情 因為寫 寫應用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呼號 怎麼樣做一些 Error handling Trial Error Tricash的事情 還有 明白嗎 所以在應用裡面 不單單是 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要做一些 檢查的 很多時候 還要做一些 我們要 Create 還有 Reuse collection 所以 什麼做一個 Reuse collection 就是 我們要 Create collection 的時候 有可能 裡面 已經有 這個collection 我怎麼樣去 Find它出來 Get它出來 Get collection 出來 在這邊 其實有一些事情 是用 Tricash的方法 所以 Get Session Get Schema 那這邊 Create collection 後面有一句 我明白 看出來 是看得很清楚 你們會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可以下載 我的一個 片 可以看到 大概呢 這個有一個叫 We use existing objects We use existing objects 當我做一個 Create collection 的時候 Collection 一個表 算是一個表 如果它有的時候 我們Create table If exist If not exist 有一句 你怎麼樣可以在這邊 表現出來的 就是 用一個叫 We use existing objects 如果它具有的 你就算 就把它現有的 拉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了 就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 創建的時候 如果有呢 也拉出來 另外一邊 我要 and call and document 很簡單 很簡單 是嗎 所以呢 在這邊呢 你會看到 一些 document裡面 就是一個 JP的方法 把它送到這個 數據庫裡面了 拉出來呢 拉出來都是差不多 我可以看到 在裡面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get section 然後 get schema 你會看到 它會因為 section裡面 或get schema裡面 就是好像 在語句 with的方法 with的方法 get set products 然後get collection 就是一個 server 然後find version 等於 冒號 version 就是好像一些 變量 然後變量呢 還有revision 還有public 然後 這個是應用裡面 我會拉持它的數 綁定 它的一個 手術 citeria裡面 所以這樣呢 你會看到 我find version的時候 是幫 我的一個什麼 版本啊 我的vision啊 然後怎麼樣 可以做一些 查詢 查詢 查出來 我要查 哇 Document裡面 很大 很麻煩 我只會知道 我要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應用應該要綁定 你要查什麼 因為 Jason很麻煩的 你不知道什麼事情會出來的 因為裡面 之前是有 一二三四 四個列 但是後面有 網友說呢 有加五個列 但是你的應用要 兩個就兩個 三個就三個 對嗎 你應該不知道 所以應該要處理的 都要把feel定義好 feel id我要拉出來 division要拉出來 那這樣才好 給我們應用去處理 是嗎 所以呢 我們做了之後 很多時候啊 我們試了一個 異步的方法 在後面 異步的方法的時候呢 你查出來的時候 它沒會排序的 它有的數據 拉出來就送給你嘛 明白嗎 很多時候 在note.js的一些方法 查數據 跟傳統的方法 很不一樣 傳統的方法呢 傳統的SQL的方法 我 查 一個表 裡面三行數據 我一查 三行 一二三 回來我的應用裡面 我叫一二三四 去處理 啊 note.js note.js是不是一樣的 它什麼 剛剛才提的 你知道嗎 它是 查一行時候呢 馬上有一個call back call back 一行回來就call back 送給你 你去做事 一行來call back 所以呢 你會看到 後面 你會看到 他送一行 因為現在我所有拉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但是呢 等一下每一行從你的 他就會下一張 所以呢 我們要做一些shorting啊 剛才知道 它是一步嘛 所以呢 數據排序我們不知道 所以呢 有時候sorting是很主要 因為你處理的時候 沒有排序 或是你insert的順序 跟你拉出來的順序不一樣 都是這樣的人 不知道 所以呢 很多時候 我們做應用呢 做SQL還是Document啊 這樣呢 要做一個sorting 再回來了一個sorting 然後你要做一些limit 現在我們的Sentralized 是他用的是offset 你limit多行 還要offset從哪裡 從哪裡開始 因為呢 我limit是十行 好像我們做一些page flow啊 我裡面有一把行 我十行十行十行 所以去拉出去 所以呢 很多時候我limit十行 但是從零開始呢 還是從十行開始呢 就是limit十 然後offset從哪裡 offset從哪裡 這個有兩個參數 有兩個參數 所以是哪個方法 還可以用 但是deficate deficate 現在 現在是 你如果跑出來 他會有一句 哎呀 什麼deficate啊 你要用offset 應該是用呢 就是limit二點 offset一 是這樣子 明白嗎 大概是明白嗎 那 改呢 modify也是 我modify的時候 是測定某一個階段 然後改什麼 所以呢 這個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好處 他真的改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 不是緊批的也去改 所以呢 對新人上面應該要好處理 好 好 那現在 去 remove 這個是把它刪除 刪除 刪除數據也要 所以現在也可以看到 CLUD 我們為什麼叫CLUD create document update documen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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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剛才也知道 我數據的事情 當然應用怎麼樣開發 還會做一些 用GIS 你用Express.js也好 用其他的也好 都會有一些 啊 換價去做一些應用 到最後都是後面一些數據處理 都是查數據 把數據怎麼樣可以拉到你的一個 一個板面裡面 全面拿出來 是嗎 所以呢 我做 看到這個呢 會看到 那這邊 你可以看到 Transaction呢 也是剛才我提到 SIP 有一個 Start transaction Create collection之後 Start transaction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處理 做了所有東西以後 Modify以後 做一個commit 有什麼事情之後呢 就做一個回穩啦 或者做bend 對 Connector裡面 你可以看到 Nope.js 也會有很多 Secondary Index 好 這樣呢 我們會看到 什麼是Secondary Index 就是剛才知道 Create Index 有哪一個 特別的 一個事情 然後我查詢 就是SQL語句 就可以查到 某一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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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ID的時候 就可以翻譯出來 每一個都有ID 我這個 特定一個 然後做一些處理 就可以在裡面 可以做一些處理 Flow SQL 剛才也看到 SQL的一個方法 就是Section裡面 有一個 Method Function 然後樹林SQL 就可以調用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做一些 然後可以查詢 好 最後 最後 你要 PINOUT PINOUT 可以看到 Drop Collection Drop Schema 就是 把好像一個 演示的過程裡面 做出來 你看到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Nope.js的 跟我們的一個 Combactor 連結的一個方法 在N.js做一個 一部的 我們所說 Execute的時候 要做一些 Function 每一行回來的 它會做一個 Combactor 這個 跟原來 回來是 跟一個 變量 不一樣 有什麼 有什麼 請問一下 甚至像 例如說 Solve 一些 它的自行順序 會不會影響到 你 你說 在 在你 下一串 你以為 下一串 然後 最後 在 如果是在 Combactor 你 語句順序不同 其實會影響到 那 最好 在 要做 不要 應該做 的事情 Sort 我剛才說 很多時候是一個 應該做的事情 應該做的事情 你明白我說的 一個什麼是 有時候 如果我拉出來 就馬上要表達出來 就要做一些Sorting 當然 有時候是 Server端的一個Sorting 還是一個Core端的Sorting 因為我拉出來 可以再表達出來 也會有一些方法 在後面做Sorting 是嗎 我一個 一個Java裡面 還是表達出來的時候 你會 可以 再做一個Sorting 所以呢 兩邊 是你看 應該不應該的方法 如果 我剛才 你一定要 在後面已經說出來 其實它會 後面其實就是一個 好像Sorting Order By的方法 Order By的方法 是 後面 我們SQL 就是做得好 我們 做SQL 做那麼多年 所以實際上要做的 也有做的 是 因為在內存 拉出來的時候 這個Sorting 就要做的 當然 我們看 為什麼有人 夢不肯定會 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事情 他會看 我是做大數據的 大數據的時候 你拉出來的時候 不是兩萬三 他拉的一千萬 然後 用一千萬的時候 你做Sorting的時候 會有什麼 吃出來的 這個是大數 你明白嗎 只看 你為什麼要做Sorting 明白嗎 你拉那麼多的時候 做Sorting的原因 有一些關鍵的事情 為什麼要做Sorting 就是 你很大量的數據的時候 然後 Sorting的原因是 你一批一批去 解釋出來 那所以 你第一次是 頭 頭的一個試行 那第二次是 十一到二十 那一定要做一個Sorting 才可以知道 頭 怎麼能做呢 對我們來講 很多時候 有剛才的 Secondary Index Order By的方法 很多時候 會有的 不然你 查的時候有問題 所以 這個是 我們怎麼樣做 這個方法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 要把一千萬行 連後去做一個Sorting 它是慢 我們都應該是慢 我相信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 有些方法 可以把這個調得很好 我朋友 應該是慢 應該是馬上給你了 所以部分很慢 還有了嗎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看 到最開始 我進去 好 到最後的一面 就是 怎麼樣可以升值 升值到 我們看一看 升值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看 MyS要建 有老四孔 就是老四孔 它應該會有binary binary是第一個 binary一定要混過來 有一個新的嗎 binary要換一個新的 另外呢 你的數據庫 老 數據庫 老的 它要使用表 你的一個表格是老的 那 新的 它應該會 升值到一個新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要散開一些農識 然後要通過一個 MyS要 Upgrade 有看過嗎 MyS要 Upgrade 其實是一個program 你每一個版本裡面 都會有一個MyS要 Upgrade 所以呢 在裡面呢 你會看到 MyS要 Upgrade 就可以同一些個人 去升值到一個新的 然後呢 參數 你會自己的編量去改 還有你的應用連接 有可能會因為新的 去要做一些測試 應該我們 希望可以通用 一般希望可以通用 但是 不可以說 一般一定是這樣子 有可能 因為升值的原因 你老的東西 沒了 你優點 是嗎 還有呢 第一步 有一個紅的 就是我們要關機啊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就是 一個數據的 那個時間 還有數據的內容裡面 你沒有寫到 真的寫到盤裡面 還在WeDo AndDo 你不要把這個清空 寫得 寫得好的時候 它再把裡面的事情 才可以換過來 所以升值的時候 要有一個參數 因路發射單 等於你 還有你 然後關機 那這樣子 好 給這個 你讀案 這個 連繫表的事情 把它清掉寫好 是這樣子 好 我們另外一邊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工序 這是剛才提到的 Mysel Shell 這個Mysel Shell 這可以把升值給提示 是什麼來的 我們說 upgrade checker 5.7 通過Mysel Shell upgrade checker 呢 會做事情 原來 你可以通過裡面 有一個 Global object 叫Util Util Io Util 裡面有一個 method 就是 Check Server for Upgrade 那這個呢 我可以看到 Check Server 它會 1 2 3 4 5 6 去做檢查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 它告訴你 你的一些 鍊 有什麼 不可以換 還是什麼原因 它去做檢查 然後給你 通知 給你一些事情 你怎麼樣去做升值 非常好的工序 現在通過這樣子 還沒打 這個Mysel Shell upgrade之前 你都不知道 明白的意思嗎 可以看到 它會看到 有一些 查塞的事情啊 有沒有一些Country 你的一些Object 用的一些名字 它的名字 是我們已經用了 在八個年級 可能先加了一些名字 你都可以重新用的 也會有一些 Sillow Fuel 的 一些Length 的一些方法 所以有很多 我不強勢 但是大概這個內容 就是這個新的 好 所以 升值 當然我們有一個叫InPlace 也會有一個 勞結的方法 就是真的 數據 我們把它再重新 倒進去一個新的 安裝 也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我們用來 但是有時候 因為密碼的一個原因 不會這樣做 你會用InPlace的方法 去升值 所以那 升值之前 當然是備份 備份 很重要 好 因為要保險 有這個消費團 可以回去 要看的 有意思了 因為InPlace 就會告訴你 升值到這個版本 裡面有什麼 關注的事情 好 今天 我 有沒有什麼問題 隨時 可以 還有我們 攀位在地下 我們 在樓下 過來 我們可以 分享更多 關於NDP的事情 還有今天 講過的事情 好 謝謝各位